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因为最近有很多粉丝私底下问我 我们到底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我们能在什么地点上班 其实我做这个视频是想告诉大家 当你决定去做这行的时候 请认真看完我这个视频 再决定你要不要从事这个职业 不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跟金钱之后 发现你不喜欢这个职业 或者是你不适应这个职业 那就真的是很浪费了 好吧,那我们现在说一下 其实他跟国内美容师 还有医疗美容师简称医美的工作范围 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 我们能做的其实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属于那种医疗的很多 激光或者是药物的治疗 我们其实是不能做的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这个图片就是我们做的内容 不能叫做美容师 应该叫做皮肤护理师 会比较恰当一点 然后我们的工作内容呢 其实是包括皮肤的清洁 脱毛 皮肤的抛光 上蜡、上蜡、化妆、脸部按摩 身体经由护理和热食的热敷等等 但是呢我们是不提供诊断和治疗皮肤疾病和皮肤失调的问题 这些呢如果有这个问题呢 都是建议他们去找皮肤科医生或者是专业的美容师医生去处理 那我们就是只做一些表面的或者是日常的皮肤护理或身体护理 那我们一般都适合在什么地方上班呢 都是一些在一些水疗中心或者是度假村或者是Facial Spa 这些地点去上班 至于说有些人说 那工资怎么样 工资呢 并不高 特别是刚出来的美容师大概是10薪是16块到20块一小时 那一个月下来可能就2500到4000 那这些钱呢 不包括小费 加上小费的话可能会高一点 最主要是看你的店 或者是看你每天接待多少个客人 很多老板呢都会采取一些佣金、酬金、奖金的模式 去激励员工去拿更多的工资 或者是去更多热情去对待客人 那佣金,佣金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他会给你让佣金 佣金就是老板让你推销产品 他可能会让你卖一些美容产品啊 或者是护物品啊 然后你抽取一些佣金 第二个呢是酬金 酬金是老板雇佣你 比如说一小时多少钱 一个月多少钱 然后是奖金 奖金呢就是老板看你这个月完成的工作量啊 或者是这个月的整个店的业绩很好啊 他会拿出一部分的钱去做为你们的奖金 如果达到奖金、佣金、酬金这三块的话呢 那工资确实是不错的 但是其实很难 很多店呢只有两种就是佣金跟酬金 并没有奖金 所以听完我这个视频之后呢 你大概就知道 到底你到底你要不要去做这个职业 甚至是你他达不到你达不达到你的预期 说完上面三点 那说一下为什么他跟国内美容师 或者是医疗美容师他的工作范围 我们不能做什么 比如说雷射脱毛 我们是不能做的 因为雷射脱毛呢 你要去考一个雷射脱毛证 那能不能用一些什么激光去帮呢 皮苗啊 这些呢需要医疗美容师去做 很多美容院呢 就是像我们这种呢 都是不提供这些的 除非这个美容院有这些仪器 然后他请一个医生来这边挂靠在你这个美容院 然后他就可以利用医生的名字 或者是在医生的协助下 或者医生的操作你在团边协助 可以做一些处理 不管做什么你都要重新 不管你要做任何一个项目 你都要重新去进修 其实今天的内容呢 主要是讲我们能做什么 所以有些东西呢 是我们不能去做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只能做一些皮肤上面的护理 那我们其实不能做 说叫美容师 应该叫做皮肤护理师 就做一些表面的处理就可以了 那如果一个客人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做一些问卷调查表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因为我们要问他平时的护肤习惯 怎么去洗脸 或者是护肤品的名字啊 产品啊 然后他的饮食啊 因为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去分析一下他的皮肤状况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什么去黑头啊 皮肤护理啊 精油啊 这些我们都可以 美容院的仪器呢 我会在下期讲 因为我们一般都可以使用的仪器呢 大概五种 然后我会说一下我们能使用什么仪器 那今天的视频呢 大概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真的对这一行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 如果你看完这 如果你看完我这个视频 你还是觉得你可以做这一行 那你就去报名 如果你觉得你不能做这一行 或者是他达不到你的预期呢 你就不要选择 因为每一行业都很辛苦 那更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 下期我们分享一下 怎么报名成为美容师